針對財政組 向說這個違法感聽 臨犯院的總記 還有可能違法感聽 又檢視檢查過 臨修道要做 小孩這件事 財政組長的講法是一天過 變過了變 要受到多次配平 法務部在剛才 有哪兒調去這回 對多歲病 法務部表示 要先入獎稍作 對前來進行檢查 我們看法務部 最新的講法 在監聽事件所引發的社會爭議 例如在監聽的通訊機場方面 例如監聽的時間 內容 方式 等等所引發的社會爭議 已經造成對政府信賴的質疑 那我今天跟即將上任的 羅部長 袁商厚 決定在今天 為了要查明真相 決定在今天 由法務部成立調查小組 那就是針對監聽事件的調查小組 邀請跨師處 跨單位 來做聯合調查 針對監聽的部分 盡速提出完整的報告 來對外公布 另外即將上任的羅恩寫部長 也同意在明天30日上任以後 將立即針對此次監聽 所引發外界的指責 這裡面指責監聽腐爛 及相關的制度面 法律面或是執行面 來研議檢討改進的方式 來做出立即的處理